大家好 歡迎收看《老時連線》這一段的訪問 我的嘉賓是香港前立法會議員 梁仲恆先生 哈嘍 你好 哈嘍 你好 你好 很久沒見了 因為問題不能講 因為我對經濟不是這麼熟 所以這次我先和你講一個政治的話題 香港記者協會有一個記者 他套路落至八月份兩個月的時間 有幾十個香港的記者遭到恐嚇 甚至死亡的恐嚇 會鼓起他的家人 他的工作機構 說八月份來更加頻密 其實現在你知道香港人說什麼要自夾兵 什麼要亂夾治 要自夾兵的 如果出現這些現象 會怎樣解釋現在香港的環境呢 你覺得 其實你就說是政治的問題 當然它也是一個政治問題 其實我覺得又不只是一個政治問題 它是某個程度上其實反映了今天 香港整個社會 為什麼就是濕了在那裡 那個問題的癥結在哪裡 為什麼是政治問題 大家也很明白了 記者也是很瘋眼的 特別是這一屆的記協 其實不止這一屆 其實由19年打號記協都承受著相當大的壓力 因為很多的原因是在2019年的時候 記者的天色就是去報道真相 但是在中共眼中報道真相就是死罪 他們不是解決這個問題 他們解決找到這個問題 或者拍到這個問題的人 所以記者就變成了其中一個 他們會打壓的對象 而這件事都射釋了很多年 我不知道我2016年的時候有沒有說過 2016年的時候我就預測了 其實香港有一些行業 或者有一些某部分特定行業的人士 是一定會首先遭殃的 那些人全部都是會有機會被中共認為 影響到意識形態的人 這個是我一路面的時候 就是我被DQ了 然後我再慢慢去沉添粉絲 那我就覺得有一些人是一定會的 那有什麼呢?法律界 教育界 宗教界 和傳媒 因為這些人呢 基本上就是被中共現代的黑五類 就是他們覺得那些人是有份 可以塑造到一種意識形態 可以和中共希望打造的意識形態去競爭 所以這些人呢 最後沒有可能留得低在香港 如果繼續那個局勢發展下去的話 那今天其實不幸言做的 教育界衰了 司法界衰了 是不是? 然後 宗教界 宗教界都不行了 現在 然後 傳媒當然自然是一個打壓的目標 傳媒發聲是最大的原因 因為全世界來說 媒體都是一個受到保護的 即是極權的國家也好 那些媒體都是受到保護的 例如打仗那些戰地記者 你無端端射中了他 你都被人譴責的 就算你是烏克蘭那邊 那些方媒體一樣會譴責 所以其實媒體本身在全世界的地位 其實是一定的 但是你看到今天我打到他們那一步 你說他們說的話是不是真的 我相信八道都不理十 是的 因為都沒有必要欺負你 他公佈出來 如果他欺負你的話他沒有好處 是的 他被人搞 即是如果他原本沒有被人搞 他告訴你他欺負你 他被人搞的話 他只會更加快被人搞 所以他沒有什麼好處 他沒有誘恩去這樣做 所以是八道不理十 但是為什麼我說這個不是政治的議題 這麼簡單呢 香港以前我們吃那一行飯 我想你叫做金融中心也好 或者你叫做中西橋樑也好 或者我再說白一點 其實他就是作為一個白手套的角色 是的 用一個西方民主國家 以及中國都勉強能夠接受那條灰色的界線 是的 我們就是做過那些生意的 以前你禁運什麼去中國 或者禁運什麼去哪裡 香港可以拿的 為什麼呢 因為西方還接受你這個地方 那個時候的社會制度 是OK的 OK 現在不是了 你全面看齊了 第一 你金融中心的生意 你不用打算做到飯 沒有可能的 這個世界沒有一個金融中心 你會限制媒體的自由 全世界 對 就算連中東那時候 巴林有九個金融中心 什麼都好 大家做一下養都好 怎樣都要給這些媒體 那些媒體 如果連那些媒體報導都不可以是真 或者那些媒體都有壓力的時候 那些錢來到的時候都會想 那我怎麼知道你的市場現在是什麼狀況 那當資金發現我也沒有辦法去知道市場真正的狀況是怎麼樣的時候 他們就不會管 所以金融中心那些事情其實今天香港不會想的 絕對沒有可能回來 絕對沒有可能 那接下來下一步 就會是那些連那些以前 很多白手套生意 遠古到董建華老爸 那個年代 做那些 就是幫中國去做白手套的生意 其實香港向來都有這個角色 那這些生意也不用留 你這個全球冷戰2.0的格局底下 其實香港原本可以再做這份生意 就是最好的 你冷戰就是分開兩邊 是不是 你這樣運一些東西給我 我又不運一些東西給你 但是最後 這個世界總要有些交流 你不可以切底切開兩邊 那最後一定是有些位置 就是會做這個中轉交流的地方 那以前香港就是吃這項稅 那很多的 是不是 那你例如你中國走資 要經過香港 是不是 或者你中國買東西 那中國買不到嗎 不要緊 在香港開些公司出來買就可以了 但是現在不行了 因為大家看在眼內 就是以前是藉眼開藉眼閉 那現在就 直接就 哦 你也要站好過去 是不是 那為什麼他們覺得你香港站好過去呢 其中一件事 我想也很可能會反映到 就是你今天香港的社會狀況 我們法庭是怎麼樣的 喂 你連記者都搞我 你是不是人 那大家都看著眼 那你明顯地 告訴大家 全世界 你貼了去中國那邊 OK 看到不看到我剛剛說 香港 香港做到白手套 的基本條件 就是 雙方 就是中國 與其他 非中國 的自由民主國家 他們都勉強能夠接受 的一套制度 是的 就是那種灰色的地帶 你才在那裡玩 不然你沒得玩 那現在 就是香港 你主動地 跳由灰色 跳到紅色那裡 OK 就徹底你和西方抱擁的那種制度 那種價值觀 就切割 那別人看著眼睛 就說 不用讓你做 那最後會怎樣 就給了新加坡做 我有理由相信 新加坡可能都開了很多公司出來 可能都幫中國買某些東西 是不是 那大家可能只眼開只眼閉 在新加坡 大家都還相信它 那套制度 就是不會太亂來的 那種 但是你香港就 現在連這項 煩都沒有了 所以其實你說它是不是政治問題 那當然是政治問題 它是不是 一個很不應該做 一件打壓人權的事 古知言它也是 記者是應該受到保護的 但是其實它不只是一個政治問題 那麼簡單 它同樣地影響了就是 你香港在往後的日子裡面 你能夠選擇的定位 越來越少 甚至我再直白一點說 其實沒有 因為你以前 擅長做開的那些事情 基本上已經沒有了 那你有沒有一些新的事情 可以做出來 香港 你可不可以像黃仁芬那樣 弄一間電視頻出來做晶片 沒有 沒有 你沒有新的東西 但是我們舊的東西 厲害的東西 就全部都因為 現在這個社會狀態 政治狀態 就沒有人讓我們玩了 那你香港可以做什麼呢 現在香港就是面臨一個這樣的境況 經濟上去看 那是很 這樣的一件事來的 其實 以前香港發達的 下去都是那幾什麼 但是 現在就一步一步 被人家撕掉了 就是做一個堡壘 聽你這麼說 我是這樣理解 有時候覺得這些 去滋擾這些記者的人 我聽了記者去說 他都沒有證據 顯示或者證明是政府所為 如果不是政府所為的話 是哪些人所為呢 可不可以說這些 什麼藍絲機構 藍絲團體 外國 外黨團體 去這樣做呢 是不是既有這個可能呢 我們永遠不知道 我用我以前的理解 就是那些 例如那些什麼 左派媒體 那些文匯大公之流 那些死人救濟隊 警察 或者是 甚至乎以前沒有國安處 你看一下 你以為香港有沒有國安 一樣有的 那些國安系統 其實是同一班人 同一班人 他們分享同一個Data Base 那些證據是什麼呢 就是 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 以前有一個城牆 梁志英搞出來的 香港暴徒網 Hong Kong Leads 現在被人封了網站 因為他是登記了個人資料 那我說一下 我個人資料給人寫什麼 有我的地址 出生年月日 那些 身份證的號碼 電話等等 但有些資料 都是不可能公眾知道的 我當你知道我住在哪裏 你也沒有理由知道我身份證號碼了吧 這樣 所以你說 有些就是公眾的資料 另外有些很明顯是官方才會有的 那些很明顯是警察給的 或者是國安處給的 我不知道那時候國安處開始運作沒有 那些資料 另外那些台灣的朋友 他入境 香港2019年的時候 沒有國安法的 就被人封了進去 我運了 六十八個小時 在房間裡運了六十八個小時 然後才讓他進來 然後還有一些說話給他聽 總之就是 又入境香港好自為之 我們知道你做過什麼的 那同一段時間 他的名字 就上了一個 這個所謂的香港暴徒網 Hong Kong Leaks的網站 OK 但是他不是一個知名人士來的 他又不是記者 又不是社會人士 又不是對香港人的 那 為什麼會這樣呢 你說是不是沒有任何官方的 的社會委 當然他們沒有台灣的地址 這個比較好 但是你說是不是沒有任何官方的背景在裡面 我覺得沒有這樣的可能性 那個時間也吻合得太厲害了 而這個只是其中一個他們的資料 所以你說記者被人知道 要哪一號人馬做呢 有沒有證據呢 我們從來都找不到證據 國安有權查我的 我哪有權查國安的 你在香港查國安 黏了線 你被人融了一次 沒有可能的 他那隻食物鏈最高潮 所以你說記者沒有可能查回國安 所以他們不會拿到證據出來 但是如果你從19年 2020年 你看回豬如此類種種 蛛絲馬跡 其實那些文貝泰公救濟隊 有幾個很出名的 忘記了叫什麼名字 有個很喜歡跟我 是啊 很出名的 我截了那張照片出來 我記得我實驗 然後 那些所謂的香港的官方機構 現在的國安處 警察 那些黑警 或者是 你真的有些黑道 藍絲 什麼機構 梁振英之友會 類似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 其實他們是 你可以當他們是同一班人 他們都在分享同一個地 例如我要搞A 我今天這個身份 國安不方便搞 我找個黑社會搞 19年大家見到少 是吧 721是怎麼來的 所以不需要深究 你知道誰 希望搞他們就可以 希望搞他們的人 只有一個 就叫中國共產黨 那他用哪一個分身 就是用 用簽罰耶穌 聖母 那個分身去做 其實並不重要 那個重點就是 今天北京那方面 是 我們繼續他們對香港媒體自由的打